中国14亿人口中 幽门罗杆菌感染者7.68亿 感染率高达50%到60% 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带菌人口 这个细菌究竟有何危害呢 幽门罗杆菌是定制于人类胃黏膜的一种螺旋样杆菌 人是它的唯一宿主和传染源 人体一旦感染幽门罗杆菌 正常的胃黏膜会产生炎症 有数据表明 90%以上的慢性胃炎都是由幽门罗杆菌引起的 如果不进行干预治疗 胃黏膜细胞不堪重负 可能进一步导致病变甚至恶变为癌 不过数据显示 70%的人感染幽门罗杆菌后没有症状 10%的人可能存在消化不良 10%到20%的人可能有消化到溃疡 此外只要规范治疗 90%以上感染幽门罗杆菌的患者可以根除 幽门罗杆菌传染性很强 被称为吃进去的细菌 碗筷消毒不达标 一起吃饭时互相加菜 每煮熟的牛排涮肉 甚至情侣深度接吻都可能导致感染 专家提醒预防幽门罗杆菌 最重要的是管好个人卫生 防止病从口入 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人感染 幽门罗杆菌 一定要分餐 不要相互加菜 餐具要定期消毒 到医院体检时 可以通过胃镜等方式检测 幽门罗杆菌 一旦却诊 要尽快到正规医院就诊 心情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